大家好,我是嘉尼杰的主题是皇上轰39分 无论胜率重回武城 太阳收下14连胜 影片中所有的数据截至2021 11月25号 先来看第一个消息 皇上跟史杜尔的冲突事件 联盟做出了陈楚 皇上因为手部动作被禁赛一场 史杜尔则是因为让场面失控 所以禁赛两场 这也是皇上职业生涯第一次被禁赛 实际上这次的冲突事件 很多球迷跟媒体都在等 联盟会不会对皇上做出禁赛的处分 我自己的看法 禁赛一场某个部分对皇上来说不是坏事 因为一旦没有禁赛 皇上或联盟要承担的舆论压力会非常大 毕竟史杜尔满脸都是写这一点事事实 而在这个事件之后 名人堂球员Rage Miller表示 以后应该没有球员敢惹史杜尔 这里指的是他非常强悍 这也是当初Yokic被Morris故意撞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他必须要撞回去的原因 简单的说你要让对手知道 我不是一名好欺负的球员 所以别来惹我 只是当下的动作跟情绪都需要再控制 否则一旦被禁赛 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影响非常大 聊到Rage Miller这位90年代的名将 就一定要提到篮球之神Michael Jordan 30年前的这个时间点 他完成了一个经典画面 那就是闭着眼睛 面带着微笑伐进球 实际上他的经典画面跟动作 甚至是垃圾画还有很多 只是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 所以又有媒体拿出来 让现代球迷更了解过去的Michael Jordan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聊到社群媒体 本机转战工头队的Kalusso 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我在胡人队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社群媒体总是展现胡人队的highlight 直到我现在转队 也就是加入工头队之后 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简单的说这就是在大城市 或人气高的球队打球的优点 只要打得好 就容易受到更多的关注 不过反过来说 当你打得不好时 也要能扛住巨大的舆论压力 接着来看场上的战况 太阳间的对手是骑士 太阳方面要寻求14连胜 三界打完太阳87比86是领先对手1分 虽然第四节中段 太阳一度100比90领先对手10分 不过骑士队的全体奥斯曼 接下来上演得分秀 不但能切入 同时也有3分球 再加上马可能也补了一颗3分球 比赛最后3分钟 双方107平手了 不过太阳的Chris Paul 接下来不但有精彩的助攻 另外也有中距离的表现 这都是球队能领先的关键 而且比赛最后的两次防守 虽然太阳队当下领先对手3分 可是当对手持球时 太阳都是使用犯规战术 这个部分是不想让骑士队有投3分球 将比分一次追平的机会 这个战术运用得非常成功 中场太阳队以120比115打败骑士队 球队收下14连胜 骑士方面则是吞下5连败 目前骑士的战绩为9胜10败 胜率跌破5成 不可战争比赛攻下35分 瑞士波17分12助攻 中方跟Aton也有16分的进杖 不过聊到太阳队 Kominski目前因为膝盖受伤 所以无限期缺赛 如果球团确定他本季不会回到场上 咱们再来看看球季中 会不会有补强的动作 骑士方面还量25分11个篮板 Guardian19分 反正上也球队奥斯门共有23分 其中包括5颗3分球 实际上目前骑士队伤兵非常多 原本扛先发的赛斯团确定整机报销 另外Mobile目前也受伤 对骑士战绩的部分 是值得球迷观察的 公牛今天的对手是火箭队 而且全明星中锋武神也回到场上了 原本以为公牛队应该可以轻松的拿下胜利 可是中场 公牛是以113比118败给火箭队 所以火箭是终止最近的15连败 这场比赛火箭队的Green只打11分钟就阴伤退场 上次的部分还要在观潮 不过这场比赛火箭全队有8名全员得分上双 其中Crash Runway的攻下16分 板凳上的House攻下18分 这里要注意的是火箭整个板凳群攻下59分 火力相当惊人 而且在第四节末段 当公牛队将比分追进时 House跟Matthews的两颗战分球非常关键 而这两名全员都是板凳球员 公牛方面 Lavin全场攻下28分 球隔19分 其中包括5颗战分球 Kelluso从板凳上攻陷15分 实际上公牛整个板凳群直攻下26分 这一点跟火箭队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DDR这场比赛投篮命总率不佳 全场头19只中6 攻下17分 这里要说的是 恭喜火箭队终于赢球了 希望战绩的部分可以再加油 胡人今天的对手是6码 昨天胡人对上尼克的比赛 王上倍竞赛 虽然胡人差一点点就可以上演逆转秀 不过尼克队的奎克里在第四节的表现非常好 最终胡人是败给尼克队 今天皇上回到场上了 这场比赛对胡人来说一定要赢 因为如果再输 战绩会变成9胜11败 我自己的看法 开季前20场比赛打完 五成胜率应该是最低标准 可是AD这场比赛因为发烧的关系 所以无法上场 这也让比赛又多了一些变数 虽然第三节中段 胡人一度64比76落后对手12分 不过在第三节末段 胡人在曼克跟威少连续得分的情况下 三节打完胡人82比84 最终值落后对手2分 第四节中段又是曼克 他投进了一颗3分球 这颗3分球也帮助胡人对101比100超前的比数 更重要的是皇上在第四节最后1分17秒 标了一颗3分球 帮助胡人以110比104领先对手6分 可是六马并没有放弃比赛 哈雷得先投进了一颗3分球 将比分追进 比赛最后6秒 德拉特在底角投进一颗难度非常高的3分球 双方也进入了延长赛 不过延长赛 皇上表示这场比赛我一定要赢 否则胜率如果没有5成 这个感恩节可能会过得不太开心 他连续投进了两颗3分球 而且越投越远 另外他还有中距离的表现 中场胡人队才辛苦的拿下一胜 胜率也回到5成 皇上这场比赛攻下本季新高的39分 老实说 如果每场比赛都要这样打 对他来说很累 不过这场比赛正宗没有AD 所以他必须扛下更多的责任 威超攻下的是分歧来版无助攻 虽然数据并不亮眼 不过他在第四节最后两罚全境 这也是胡人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 这场比赛他罚11中9 罚球命中率非常高 另外整个板凳群合力攻下53分 其中田瓜跟Ellington都攻下14分 曼克攻下17分 球迷要知道的是 如果没有曼克跟Ellington在第四节前段的3颗3分球 胡人队可不可以拿下这样比赛的胜利 还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更简单的说不能永远都只靠皇上 AD、威少跟田瓜 其他角色性球员必须提供稳定的火力 这样胡人要赢球才会比较轻松 6码方面这样比赛可惜了 其实布朗顿打得很好 他全场攻下28分 其中包括5颗战分球 另外Sapponi是14分12个篮板6助攻 如阿铁从板凳上贡献17分 阮王今天是大比分差打败绿山军 第三节浪队一度97比68 领先对手29分之多 中场阮王队不但拿下胜利 目前也站稳东区第一名 KD这场比赛攻下21分8助攻 全面是哈登21分11助攻 另外这场比赛扛先发的Mills 全场攻下23分 其中包括7颗3分球 这里要注意的是Lamakas Aldrich 他在最近的四场比赛中 至少都可以攻下15分 这一点对于朗顿队来说很重要 立即目前除了Karrie Ravine无法上场之外 Jord Hives也受伤 所以Lamakas Aldrich这段时间的表现 也适时的分担KD跟James Harden 在进攻蹲上的工作 绿山军方面双J全场投31指中9 3分球投17指中1 再加上Rubber Ravine无法上场 输球合情合理 简单的说就是自己打不好 最后来看一下战绩表 五四键败给T5队之后 跟公牛一样都吞下2连败 虽然这两支球队都还在东区前4名 可是公路今天打败活塞之后 球队拿下5连胜 另外黄蜂今天也打败魔术 所以东区除了篮网队之外 从热火一直到6码的差距 其实都不算大 西区方面 勇士坚其实在前三节打得并不轻松 而且邱人正宗的主力的分手 Ambita跟Harris都没有上场 可是三节打完勇士队只领先对手2分 不过整个第四节 勇士队打了一波30对12的攻势 又是一波带走 这也让勇士队收下最近的4连胜 目前球队战绩还是联盟第一名 这场比赛 Curry攻下15分10助攻 Wiggins 19分 球人方面小Curry攻下拳队最高的24分 另外本季进步很多的两名球员 Mexi攻下19分 勇士队的Jodan Pro攻下17分 魏浪尖在AdWords全场攻下33分 另外B10也从板凳上贡献29分的情况下 打败东区强权热火队 所以目前魏浪队的胜率又回到5成了 我自己的想法不变 我个人认为本季魏浪队是非常有机会挑战前10名的 另外国王在整个板凳合力攻下61分的情况下 打败脱王者队 接下来就要看看国王在换总教练之后 能不能打出更亮眼的成绩 好 以上就是今天MBA厂商的战况 至于你有什么想法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的聊MBA吧 好 以上就是这一点内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这样加喜欢跟分享这段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有个试试的 鼓勵更重要是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就这样子啰 我是嘉宁 我们再次见 拜拜哟 by bwd6 by bwd6 by bwd6